这个女人把手伸进了这个男人的心脏 小心翼翼地从里边掏出了一个略显破旧的微型装置 接着再将一个全新的电源装置安放回心脏位置 难道男人是机器人吗 需要靠电能维持生命 原来这个男人全名叫托尼斯塔克 彻里身着西装革履的男人名叫托尼斯塔克 托尼是拒绝肯老的典型代表 在继承了老斯塔克的商业帝国后也是稳步地扩大家业 财力已然富可敌国 他留着整齐的黑发 脸上带着自信而迷人的微笑 他的目光充满着锐利的商业洞察力和无限的野心 他正在驱车前往中东谈大生意 几辆全副武装的装甲车围绕着保护他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上一秒还在和车里的士兵谈笑风生 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打破了瓶颈 恐怖分子潜伏在沙丘之后 向车队发起猛烈的袭击 枪声和爆炸声回荡在空旷的沙漠中 战火瞬间蔓延 托尼的座架被击中 爆炸的冲击力将他抛出车外 他痛苦地倒在沙地上 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周围是混乱的场景 烟雾弥漫 尖叫声和枪声交织在一起 就在托尼奄奄一息之际 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别担心 我会救你的 等到托尼昏昏沉沉地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实验室中 他试图坐起身 但发现自己的身体异常沉重 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胸膛上 发现胸前多了一块 与电池相连的电磁铁 托尼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原来 托尼的体内残留了太多的蛋片 如果没有电磁铁的维持 蛋片将会顺着他的血液进入心脏 为了保住托尼 恐怖分子也是让同样被劫持来的 英森博士为托尼进行了手术 而恐怖分子的目的是 让托尼帮他们制造新型的导弹 托尼这时候发现 恐怖分子居然有着 大量斯塔克工业的武器 托尼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不再愿意成为战争和毁灭的帮凶 他要利用自己的科技创造力 来保护人们 改善世界 于是他洋装配合 实际上却利用恐怖分子提供的材料 以及英森博士的帮助 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微型电弧反应堆 以代替自己胸口简陋的电磁铁 接着 托尼又设计了盖板的图纸 准备制造一套机甲 可就在博士帮他装机甲时 恐怖分子却识破了他们的计谋 为了帮托尼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英森博士抄起枪就和恐怖分子开启了火拼 而托尼成功启动了机甲 恐怖分子看着面前巨大的钢铁机甲 吓得把腿就跑 但在火拼之下的博士受重伤倒在了路边 而看着死去的英森托尼愤怒地追了出去 化身喷火战士将所有的军火库都点燃 然后启动了机甲的喷射装置 可简陋的机甲很快地失去了动力 索性被军方的直升机发现捡回了一条命 这也让小辣椒喜极而泣 回到自己的城市后很快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宣布关闭武器部门 重新定义公司的发展方向 这一举言行举措不光让现场的媒体炸了锅 更引来了合伙人斯坦的强烈反对 托尼对斯坦解释到电弧反应堆前途无量 并且自己已经做出来了一个小型电弧反应堆 接着敞开胸怀向斯坦展示成体 托尼也继续改进并研发出来了新的反应堆 此时的托尼还不知道这个玩意还能再就一次自己的命 这个女人把手伸进了这个男人的心脏 小心翼翼地从里边掏出了一个略显破旧的微型装置 接着再将一个全新的电源装置安放回心脏位置 难道男人是机器人吗 需要靠电能维持生命吗 很长的时间里面托尼就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废寝望时 沉迷于装甲的改造配置无法自拔 机甲终于成型 当晚就忍不住是非了一次 由于还没有完全掌握战机的性能 托尼在挑战飞行高度时发现了设计缺险 结冰的战甲很快失去动力急速下坠 幸好托尼及时开启了机器的破冰功能 在坠落到地面之前恢复了动力 而最新研究的托尼为了消除舆论对他的误会 于是开始出现在了公众场合 也遇上了国土战略防御与后勤保障局的库尔森特工 库尔森原本想找托尼详谈他被绑架的经历 但托尼这小子眼神完全被小辣椒傲人的身陷和可以瓦解一切的笑容吸引了 两人借着脚白的月色 小辣椒也无法阻挡对托尼的好感 但托尼一改以往的轻浮 他没有主动接受小辣椒的吻 小辣椒见状赶忙借着口渴的理由支开托尼 好巧不巧又遇上了之前寂寞难耐时共诊过的女记者 浪子托尼有意识地想避开他 女记者凑上来给了托尼几张照片 照片上是来自斯塔克公司的最新研发 并且就在昨晚恐怖分子带着这些武器把阿富汗一个村学习了 托尼找到斯坦当面对峙 岂能料到斯坦不光是将研发的军火卖给政府 还卖给了恐怖分子 并且告诉托尼他已经被董事会炒鱿鱼 留下托尼在原地亚麻呆住了 这个女人把手伸进了这个男人的心脏 小心翼翼地从里边掏出了一个略显破旧的微型装置 接着再将一个全新的电源装置安放回心脏位置 难道男人是机器人吗 需要靠电能维持生命 托尼很快调整回来 决定穿戴上自己更加精良的装备去到恐怖分子扫荡的地方挽救生命 弥补过去自己犯下的错误 一个母亲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嘴里不断地求饶 原来罪恶的恐怖分子此时正拿着把IK-47对准了母女俩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托尼及时赶到现场 并且用一发炮弹送走了持枪的恐怖分子 托尼飞上天空正准备把所有的军火都销毁掉 竟被一发坦克的炮弹击落了下来 烟雾消散托尼毫发未伤 对着坦克就是一发导弹 没等导弹爆炸就转身潇洒离开 但斯坦却突然来到了恐怖分子的大本营 并带走了托尼的机甲图纸并清理了剩下的恐怖分子 打算自己制作出一个钢铁机甲 与此同时 小辣椒还是愿意帮助托尼找到斯坦暗中交易的证据 于是第二天 小辣椒便来到了斯坦的办公室 并用托尼交给他的密钥进入了系统 小辣椒这才发现正是斯坦雇佣了恐怖分子除掉托尼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斯坦推开 幸好小辣椒强装镇定成功敷衍了斯坦 等到斯坦发现资料全部被拷贝的时候已经晚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辣椒和库尔森特工一同离去 在得知自己的科学家没办法创造出一个微型的电弧反应堆后 冒险潜入了托尼的家中 并用武器将托尼麻痹残忍地取走了托尼的微型和反应堆 并且说出了杀人诛心的话扬言要杀掉无辜的小辣椒 托尼强撑着身子爬到了实验室 给自己换上了出版的微型电弧反应堆 并立马动身前去阻止斯坦的邪恶计划 托尼和斯坦都身着钢铁机甲进行了激烈的肉搏 因为是出版电弧反应堆的原因 托尼的续航尚远不如斯坦 情急之下托尼灵光一闪让小辣椒将实验室的所有核反应堆都架到最大 汇聚起来的能量足以摧毁斯坦 托尼引诱斯坦来到了陷阱 斯坦的钢铁机甲被巨大的能量击中 失去意识地掉入了核反应堆中灰飞烟灭 影片的最后 库尔森特工也是为托尼准备了面对媒体的说辞 然而不按常理出牌的托尼也是在发布会上 就像世人说出了那句我就是钢铁侠 这条项目不是钢铁侠的 是钢铁侠的